景物禅室举办三千佛法会 希望令大众福会增长 景物禅室在开春举办三千佛法会 由主持原始法师带领示众弟子唱颂参拜 借此书胜缘起 供养十方诸佛及普回向法界六道众生 都可以结千佛因缘 生生世世得见诸佛 蒙佛色受与受菩提祭 让众生福会增长 之后我们信众 各位信众 亲生愉快 心想世神这样子 我们景物禅室 在这个世 是已经有相当一段 一百多年的历史的 那么我们每年 每年都举办蛮多的活动 甚至七月份 我们有梁宏晚会 那像我们春节 我们有这样一个 那个算是一个三天的 那个一个法会三天 这样子 都是邀请知名的师父 来这边诵经这样子 那我们也欢迎我们信众 过程期间都能够 西家待见 跟来到我们景物禅室 这边来参拜这样子 那么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事与现在 最近我们改变 事与全部改变 改变什么 我们屋顶 全部都更换新的 当然是 就是旧的 新的就是 它本身就会稍微落水这样子 那么改建讨 在年前 已经整修完毕了 那么现在 我们在我们 这个 我们的庭宴这边 也是有在 钢棚这样子 钢棚上面是 用盖玻璃屋的 那玻璃屋 现在还在 施工阶段 给它完毕了 那当然是 我们整个市的面貌 看起来会非常壮观 景物禅室 在每年重要的节日 都举办各种法会 与众生结缘 适逢景物禅室 外观新建工程 期望大众一同互持 让景物禅室 成为钢山地区的 佛氏圣地 十方新闻 黄慧如欢开解 高雄采访报导